哈喽大家好 我是Alice 欢迎关注美国地产资讯 近期纽约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唐皮布尔斯对CNBC表示 他预计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 纽约市的经济将恢复得非常缓慢 历史上纽约市经历过很多次打击 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 911事件和1970年代的财政危机等等 但是对纽约市最可怕的预测 都没有成为现实 皮布尔斯认为 冠状病毒的大流行 要比这三件事情更为严重 他说纽约在疫情之前 就有大批的人已经离开 纽约在信息技术 成为一个商业友好性环境方面的竞争力 已经开始下降了 他缺乏竞争力 对高净值人士的吸引也在降低 因此人们都开始离开这里 那么这次冠状病毒的大流行 会对纽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吧